我来用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方式 开始今天的活动 很短很短 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欢迎来到听说五周年 所以看到耳朵里面的那个声音 这个样子感觉怎么样 今天有很多人说 哦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啊 我也有一种被暴露的羞耻感 突然一下向网友奔现了 非常开心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 后面还有一些朋友在刚刚签到 刚刚进来 没有关系慢慢来 这两边有地上的这个 做的这个地点 大家找位置坐下来就好了 OK 然后呢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功夫来组织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会有一些对话聊天的过程 会有很多抽奖 会有我们的超赞的乐队 给我们做的表演 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演出 以及在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今天有几位小伙伴 他们组织了 订了这个餐厅的包厢 大家如果想要聚餐 想要更多的聊天 等一下也可以去报名 OK 然后最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进来的时候 都有领到一张明信片 对不对 明信片上面都有一个号码 请务必一定要记得这个号码 因为等一下抽奖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号码来的 如果你中了大奖 但是忘了自己的号码 那就不好意思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的主题 是做彼此的信号 然后各位在报名活动的时候 可能也知道我们有讲到 52赫兹的这个故事 我就简单地再重述一下 这个故事 就是198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Walkins的海洋生物学家 发现了一条鲸鱼 这条鲸鱼其实没有人见过 就是它我们只是通过声纳 捕捉到这个鲸鱼发出的信号 它的这个 因为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个鲸鱼会发出鸣叫声 一般的鲸鱼的鸣叫声 音频大概是在10到40赫兹 而这只鲸鱼的音频是52赫兹 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认为 会不会它发出的声音 是其他的同类都听不到的 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象 也许这条鲸鱼 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这个故事大家都有听过 对不对 大多数人听过 如果你没有听过 今天你也听过了 OK 可是一般其实广为流传的故事 都是不完整的 就像很多名人名言 下半句说出来 你才发现 鬼扯嘛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 也有后半部分 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一开始说到 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我一下觉得被击中了 就好像人们都喜欢 把自己的内心的想象 跟想法投射到故事上面 当我们听到 哇 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条鲸鱼的时候 你立刻就会想到 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这一个人 独自一人走在昏暗的路灯下 特别苦逼地 在这个寒风中瑟瑟发抖 对吧 可是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关于这个52赫兹这条鲸鱼的故事 其实还有很多后续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只鲸鱼虽然它看上去很孤独 但是它一直都在 因为科学家每年都能在海洋当中 发现它的声音 十几年的时间 一直都能听到它的声音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它没有死掉 它在相对健康地活着 对吧 我发现这个点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被打脸的 因为好像我们觉得 孤独就意味着活不下去的感觉 但是还好吧 其实孤独也可以活下去 而且第二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科学家们持续地侦测 会发现 这个鲸鱼的声音 其实随着它的年龄的增长 它的声道其实在一点一点地变低沉 它本来是52赫兹 但是十几年之后 它的声音已经变成四十多赫兹了 也就是说 它的声音其实和其他的同类 变得越来越相近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也有很被击中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在 比如二十出头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因为你还在一个自我意识形成的阶段 你还在努力找到你自己是谁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 我是独一无二的 但同时呢 我也是绝对地孤独地 没有人能懂我 我跟这个世界完全是对立起来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发现 你跟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同 虽然还是有不同了 但是其实你是能够找到一些 不同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互动的 然后我也会发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好像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也没有那么对立 就很像这个金玉一样 它的声音有在变化 这种年龄跟成长带来的变化 是会柔化你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 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还蛮开心的一点 就是为这个金玉 也为我自己感到开心 还有第三件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这种广为流传的故事 最终都是要反转 都是要打脸的 对吧 打脸就是在于 在大概2000几年的时候 科学家在不同的两个地点 发现了同样的频率的声调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其实不孤独 它还是有声音 只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没有足够努力地 去寻找这个声音 但是最终它还是能找到 跟它差不多的同类 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 很孤独的故事 到最后还变得还蛮暖心的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今天会讲这个故事 也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个和我做播客的历程 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因为五年前的今天 15年的12月19号 当时我录了第一期节目 那个阶段我大概是 分手了一个 上一段关系 分手了有一段时间吧 然后其实就真的很 就真的跟那个鲸鱼的感觉很像 也很孤独 然后也很想要和这个世界 有更多的连结 所以当时其实做播客 是带着很强烈的一种 就是摆脱这种孤独感 这样一种心态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 开始听播客 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播客 去有一个陪伴啊 有睡觉之前睡不着 有一个催眠的声音啊 对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在 这么几年的时间下来之后 我对于播客的理解 又会有点不同 因为最开始我觉得 它只是为了让我个人摆脱孤独 我觉得有人说话 有人听我说话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到了今天 当我看着大家 当我看着每一个朋友的时候 我就会意识到 其实它不再只是一个 很矫情的 很自我的 很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 它已经成为 像是一种运动一样的 就至少这个运动带动了 今天两百位到场的朋友 你们愿意到这里来 听一个你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在这里说话 这在生活中不是经常发生的 甚至我会猜想 可能这也许是 绝大多数人人生第一次 专门到一个地方 听一个你经常听的一个人 说更多的话 因为我们生活中 其实充满了各种 让你觉得很不耐烦 不想要听他说话的人 对吧 但是是什么让 听一个人说话 或者是听一群人说话 变得如此的吸引人呢 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样一个体验 就会慢慢地让我意识到说 我的节目或者播客这个概念 它不再只是一个排浅孤独 它不再只是一个 化解情绪的一个工具了 而是它成为了像是一种 一种意识 一种运动 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通过 播客我们能实现的是什么呢 各位如果有看过 我翻译的人生十二法则 这本书 有多少人看过 赞 小道消息就是人生十二法则 第二本 我现在已经在看它的稿子了 但是我还在决定 要不要翻译 因为翻译是很辛苦的 你们说我要翻译吗 要 好吧 那我就翻译吧 所以第一本书的 英文的标题叫做 An Antidote to Chaos 就是 化解混乱的解药 我觉得 其实播客在这个意义上 它也是一种解药 也是一种我们面对混乱的解药 什么是混乱呢 这个说起来可能觉得很模糊 实际上 各位走过了2020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知道什么是混乱 对不对 就是在20年之前 我觉得很多人 你跟他讲混乱 他会觉得 啊 什么东西 混乱是什么 是我的房间吗 但是 经过了2020年之后 我们会很真切地体会到 混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混乱可以是很大的混乱 比如说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新冠的疫情 混乱也可以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当你不得不和你的父母 在家里面因为隔离而相处的时候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 你逃离已久的那种混乱 对不对 除了这样的混乱以外 我们其实还面对很多的大趋势 比如说AI 比如说技术的革新 很多人都在担心 他们的工作 有一天会被AI取代掉 当然我不用担心啊 因为心理资源师和播客主播 大概率是不会被取代的 但是确实有些人的工作会被取代掉 未来的世界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以及一个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就是消费主义的问题 消费主义在我看来 它当然有好有坏 但是我觉得对于人来说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消费主义会让我们越来越 不那么需要思考 因为它会替你思考 除此之外还有最近很热的话题 就是内卷 我们面对内卷的时候 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恐慌 然后我们也会 很努力地想要去挣钱 想要去出人头地 想要往上爬 我们也面对原子化 大家知道原子化是什么意思吗 简单来说就是 现在每一个人 绝大多数人 你现在的生活都是脱离了你的家庭 脱离了你从小成长的一个环境 我们都是在大城市里面 自己一个人像一个原子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给我们制造着混乱 因为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说从小一直生长在一个地方 你的整个大家族都围绕在你周围 那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混乱 对吧 但是看看我们身边 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混乱 那么混乱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也是最近很多朋友 也会想和我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 20年已经这么糟糕了 21年我要怎么过 显然21年会比20年 有更多的混乱 这种混乱不一定是 像疫情那样那么直接 但是这个大的趋势 是非常清晰的 最近我几期节目 包括这周下周的节目 大家听了之后 就会更明白我在讲什么 因为我最近跟嘉宾一聊天 总是聊到关于混乱的问题 而我觉得对于混乱 我们的一个 也许不是唯一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答案 其实就是自我意识 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越强 我们才越有可能抵御这种混乱 我们的自我意识越强 我们才越有可能在混乱当中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说 自我意识怎么样去 你看我们的节目叫 拓展意识的边界 对吧 就是可能之前 大家对这个话的理解 我猜可能是觉得 拓展意识边界 那就是听不同的人 讲不同的话 发现不同的职业 觉得很有趣 这其实只是表层的意思 其实当我在说 拓展自我边界 拓展意识边界的时候 是希望让每一个朋友的意识 变得更清晰 变得更强一些 就是我们不是在 像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樊布袋上面所写的 就是不是在盲目的生活 因为盲目的生活就是 你把你的意识缩到最小 你让别人去帮你决定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生活 你要做什么事情 当我们有意识地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盲目的 因为我们时刻都在主动地思考 我们都在想 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明年 我十年之后做的事情 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 到底是在为什么 可是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又很难 因为当你要思考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敌人 就是你的手机 拿起手机的话 你就可以不思考 你可以刷很多很多的APP 你可以刷抖音 你可以刷微博 这样子的 思考确实很难 它是非常反本能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世界里面 也有很多的人 想要引诱我们不去思考 想要让我们用一种 很简单的愉悦的奶头乐视的方式去生活 可是为什么我说播客是一种运动 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种 像是要 这个稍微拔得有点高 要为思考而战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是我们天生 与生俱来的一种 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权利 而在一个 我认为越来越不鼓励思考的大环境当中 我们通过播客 通过这样一种互动跟交流 就像是为自己创造出一点喘息的空间一样 因为就我听过 太多太多的朋友跟我讲说 我听到你们在节目里讲的那些话题 我在生活中 没有人会跟我聊 他都会觉得 你想太多了吧 但是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试图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 会被人认为想太多的话题 都拿出来聊 然后同时也给大家这么一个空间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这些很上纲上线的 这些很正儿八经的这些问题 这些话题虽然想了之后 不一定立刻会给你带来 就是 及时的回报和好处 它不会让你加薪 不会让你升职 它也不一定能让你的感情更加的顺利 对吧 但是 我经常说了 分手 写是离真爱更近一步 所以不一定是坏事 所以思考是很难的 那么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思考些什么呢 你看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现在面对的混乱 大的世界的混乱 世界格局跟秩序的混乱 技术带来的混乱 然后 原子化带来的混乱 内卷带来的混乱 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这样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上上期节目 沈亿肥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有关人生剧本的问题 我觉得人生剧本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从心理学 社会学的角度都会去讲这个问题 什么是人生剧本 我们所有人都 每一个人都默认 都共识的一个人生剧本 就是 你到了六岁左右 你要上小学 然后你要上中学 然后你要上高中 然后你要上大学 然后也许 还是应该读个研 读完研究你要干嘛 那找工作 然后你要干嘛 结婚生孩子 对吧 就是 这个剧本是我们 所有人都在 默认的 在 不加思考 跟不加区分的 去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剧本 我不是说我们 不要这么去做 但是 你主动愿意这么去做 和你 觉得 也许这么做是OK的 是不一样的 就像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 你主动地想要结婚 和你看着身边的人都结了 所以你赶快去结一个 虽然那个表面上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过程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这关乎到自我意识的问题 这关乎到你有没有发挥 你自己的自发的主观能动性 去做这个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 非常微妙的区别 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不重要 因为最终大家都会说 那婚吧 那结了就结了呗 工作那找了就找了呗 这有什么区别呢 结果不都一样吗 可是 区别恰恰是在于 这种微小的差异 你是自己主动去选择 和你无意识地去选择 这两种生活方式 如果你把它重复一万次 就是生活中有一万个结果 你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去做出的 你想想看 重复一万次 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理解的 我的想象是 如果你始终在有意识地做选择的话 当混乱来临的时候 你就是安全的 因为你做的所有的选择 都是一张你自己编织起来的大网 你知道每一个部分 放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就好像是 如果一个房子是你自己修的 那么有一天地震 把它震坏了 你要去修复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修 对吧 或者说你买了一辆车 你如果不懂车的话 车坏了你就不知道怎么修 但是因为 是你自己亲手构建的生活 所以它会非常的稳固 它会非常的容易修复 当混乱来临的时候 不管是新冠疫情也好 还是突然失业也好 还是突然分手也好 你都会知道怎么样 重新把这样一个废墟给重建起来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糊里糊涂地做出的 那么当有一天 你面对一个巨大的混乱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无从下手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生活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 这是我始终在试着 让人们明白的一件事情 这虽然是一个 看上去很微不足道的差异 但是把它重复一万遍 它就会决定 人生截然不同的方向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强调思考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呢 我这段时间 我特别喜欢 为我的来访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会问他们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五年之后要干什么 或者说你五年之后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去勾勒 去想象 然后会想一个 很蛮棒的一个画面的 你看这种比如说 我们的节目是五年之前出来的 对吧 到了今天 五年之前我不可能想象到 今天我会坐在这儿 会有你们在这儿 我完全想不到这些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让你去想象 五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 大胆一点 我们的明信片后面也有写 制五年之后的自己 这个也是我埋下的一个小梗 就是大家今天回去之后有兴趣 你也可以试试看 想想这个问题 你五年之后想要做什么 而且尽可能的go crazy 尽可能的让你的想象 让你的期望越疯狂越高越好 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 像我的来访者 我会再反过来问他 如果五年之后的你在那个地方 那今天呢 你要开始做些什么事情 才能一步一步到那里 你今天 你下个星期要做什么 你下个月 你明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你要做什么 这个其实是Jordan Peterson 所提出的Future Authoring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讲这个 就是书写个人成长史 这个练习 很多人应该都做过 对吧 这个是把过去的人生历史 写重新的梳理 重新的书写 但是比这个练习更棒的是 Future Authoring 是未来人生成长史 就是你把你的未来的人生历史 用一种像是写史书的方式 把它写出来 这种写的方式 当你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你去一步一步地想象 你要怎么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帮助我们战胜混乱的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下一次 你再觉得说 2021年 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试试看做这个练习 会非常有帮助 像我曾经写过的一个 做过的一个练习 就是 就是我问我自己 Steve说这个节目 五年之后要成为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脑子里的很 很不要脸的想法 是要成为中国第一的播客 然后我就想 OK 那我接下来 从今天到那一步的话 我要做些什么 大家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 有建议吗 我是不是应该去再整一下容什么呢 我知道刚才凡尔赛一下而已 对 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 有结构的方式去思考的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这次我决定送大家一本手帐本的原因 这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会喜欢把手帐本 而且我这次特别把手帐本做成是一个 就是空白的 就不是横杠的那样的 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 那个笔记本如果是横杠的 其实会很有限制感 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把它写得很工整 你不能很乱七八糟的话 我会在我的手帐本的 每一页的顶端写上一个问题 比如说五年之后 Steve说要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在这一页的下面就会全部写 我想到了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想法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 我有甚至会到了晚上睡不着 我突然想起来 等一下那一页上面我要加一点内容 然后爬起来赶快写一下 所以用这种手帐的方式 去给自己提出一个灵魂拷问 然后试着在任何的时候 想各种各样的答案 这也是我认为非常棒的一种思考方式 今年的这个疫情期间 我其实就提出过一个灵魂拷问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你仔细听我的节目 因为是在年终的时候 大概七月份的一期节目里面 当时我们聊到 我跟那个别人姓的Alex在对话 然后当然就各种吐槽 今年很惨了 对吧 疫情乱七八糟的 当时我就说 其实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样让2020年成为 迄今为止最棒的一年 如果你愿意问你自己几个问题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糟糕 其实你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问自己对的问题 然后坦诚地认真的专注地去回答 这也是我认为思考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说除了思考以外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因为如果一直只是思考的话 会有点好像孤僻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思考一个人思考就好了 听播客一个人听就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另外的一个点 就是 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 我觉得呈现一个两极化的状态 就是 大家如果像我是80后的话 你们在小学的时候一定听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对吧 今天这个还会是大家的动力吗 说实话 还好了 对吧 就是 曾经的那个很宏大的那个目标 那种很宏大的叙事 曾经对我们是很有吸引力的 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 他们非常相信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热血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宏大的叙事 已经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了 那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 自己了 就是个体 有很多的 有很多这种 公众号也好 很多的这种新媒体的这种 论调 就是 比如说对于女性 说要做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对吧 什么叫新时代独立女性 就是不需要任何人 只要有钱就行 有钱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伤小孩 OK啊 没问题啊 我花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其实 在我这种 消费主义的这种氛围之下 有这样一种 趋势 就是人们 被鼓吹 被鼓励 变得越来越独立 可是我觉得独立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喜欢独立 比如说 在我 遇到我们家C总之后 来 狗粮来了啊 就是 我就会意识到说 其实人有的时候 是应该相互依赖的 因为你只有在相互依赖的时候 你才敢承认 你是不足的 你是有局限的 你是有脆弱性的 然后你才会对自己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永远地都强调独立的话 你其实对自己会非常的狠 你会完全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柔软的部分 或者脆弱的部分出来 这是关于独立我的一个批判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批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想想人类的历史 其实在我们人类存在以来的99.9%的时间里面 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社群当中的 如果你了解一点人类的历史 或者是进化心理学 你就会知道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和别人住在一块 而且有的时候都不只适合家人 而可能是一帮人一起 甚至晚上都是睡在一块的 所以我们的 可以说我们的心智 其实是为了社群的群体的生活而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很困扰说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特别不喜欢我这样子 对吧 就是特别希望说 我要是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举个例子 反社会人格的人 就是不在意别人看法的 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 但我深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在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我们和身边的人的关系 其实这几年以来 包括做播客以来 我一直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以前我也很强调独立 我也认为人们应该靠自己的能力 解决一切问题 但我现在越来越会觉得说 我们不一定要为了什么 某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去奋斗 但是我们的身边应该存在一些 我们愿意为之而付出 为之努力的人 有一些群体的存在 有一些 而且真的是身边的群体 如果能存在 有一帮朋友 有一帮好友的话 那种感觉是很棒的 像比如说我去练巴西柔术的时候 就会有一帮小伙伴 很多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抱着 在地上打滚 一个星期可能有两三次 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这种亲密感是非常强的 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 但是在我心情最糟糕的时候 我只要去到这里 然后再出来 我那天心情会特别特别开心 所以也许 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 它也是解锁了 可能是我们大脑当中 某一个只有靠 和别人亲近 和别人在一起 才能够 才能够解锁的那种愉悦感 那种亲近感 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缘故 我也会觉得当我们面临 不是面临 当我们走入2021年的时候 大家除了思考以外 也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应该更多地 找到自己的归属 找到自己的群体 应该和不同的 小的 亲密的 亲近的团体 真有更多的连接 像今天我们的播客 这个听友节 为什么也会请到一个 公益机构过来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工作 其实目的也就是在于此 我们是可以跟人们有连接的 就算是你没有朋友 你可以去公益机构做志愿者 你通过这样的机构 你会认识到很多 愿意和你有连接的人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 在我的开场的演讲当中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点 第一就是 永远不要停止思考 因为每一次的思考 重复一万遍之后 你就不怕混乱了 你就会很坚强 你就会很乐观 还有一点就是 找到连接 找到亲密感 包括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 这个活动说实话 搞得我非常辛苦 昨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大家坐在这里 哪怕我跟大多数的人之后 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联系 或者是对话 但是我看见你们 我的心里面就已经觉得 有一种我无法描述的 但是可能会让我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想起来都会忍不住 要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希望 今天这个活动 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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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